今天我要用番茄和红喜菇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 大家好,我是Kissi,欢迎来到Kissi Wong TV 我的频道主要是要向大家分享一些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 那现在我们就来用番茄和红喜菇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 准备两个番茄,我已经清洗干净了 先把底头剥掉 再对番茄 底头剥掉 这里先切块 再切成小丁 把番茄放入盘中 准备一包红喜菇 这包红喜菇它是混合在一起的 用雪白菇和红喜菇一起 先把根部剥掉 我喜欢买这种一包里面有两种颜色的 把它拨散 拨散后,把红喜菇切成小段小段的 把红喜菇放入盘中 把红喜菇放入盘中 准备一小段的芹菜 先把它切断 把红喜菇放入盘中 把黑橄榄切成小圈小圈 把黑橄榄切成小圈小圈 把红喜菇放入盘中 把红喜菇放入盘中 准备四条玉米笋 我已经清洗干净了 现在把玉米笋切成小丁 把玉米笋放入盘中 把玉米笋放入盘中 然后盖子切成小圈小圈,把红喜菇放入盘中 再切成小丁 把红喜菇和黄喜菇放入盘中 把红喜菇和黄喜菇放入盘中 热一锅水 初用到红喜菇利丝大利充满入2碗 放入2碗的有机意大利酿面 大约煮8分钟 差不多煮了8分钟左右 可以了 把它捞起来 都捞起来了 先放旁边备用 换上一个平底锅 我们来炒 先用干锅子 变香菇类 大约炒了一分钟 就可以闻到菇的香味了 这时候 放入一些橄榄油 再炒一下 放入番茄 快速的翻炒 番茄稍微炒软后 放入芹菜 再来黑干辣 玉米水也一起放进来 啊 我刚刚最后切的黄黄甜椒 也不要忘记哦 一起放进来 所有食材 一起翻炒 翻炒了几分钟后 放入螺丝面 大略翻炒一下 可以来调味了 一茶匙的玫瑰盐 黑胡椒适量 因为小朋友没办法接受太辣 所以黑胡椒只放一点点 大家可以放多一些 会更香 大约炒了两分钟左右 可以放一些二粒钢粉进来 哇 好香的 二粒钢粉和黑橄榄的味道 都可以闻得到 快速翻炒一下 就可以起锅了 完成 哇 青草番茄意大利面完成了 我最喜欢在意大利面里面加入橄榄 味道很搭也很好吃 这道青草番茄意大利面清爽 好好吃哦 热热的天气 吃这样青草的意大利面太开胃了 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停留到最后 我的频道接下来都会向大家继续分享一些 简单上手快速上做的素食家常菜料理食谱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就立即订阅这个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 我们下集见 拜拜